中国无良策回击这个手段或成全球公敌。 面对美国新增的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的对华贸易制裁关税政策、中国政府缺乏等量的还击手段。 如果冒险对在华美启示加报复行动或令中国成为全球公敌。 时事通信8月5日报道,美国政府宣布新增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的对华贸易制裁关税政策后,由于从美国进口的商品额赌与中国出口至美国的金额不对等,北京方面只能对美国价值600亿美元的商品施加关税提升的报复行动。 苹果公司等美国企业担心中美贸易战影响他们的在华经营。 但这个不能充分体现全面对抗美国政府的行动,显然不会让北京感到满足。 有消息称,中国政府正在考虑是否通过行政手段对在华美企进行经营上的干预,哪怕这些举动会赶走在华美企业将在所不惜。 不过,一旦实施这种不顾道义违背国际商贸规则的举措,中国将更加成为西方世界甚至全球的公敌。 600亿美元商品为对象的报复政策制定后,即便仅仅是美国制裁中国的贸易金额的三分之一以下,新华社依然在北京时间8月4日发布的报道中,坚称中国不是在打击美国上亿弹尽粮绝。 中国政府方面公开表示,将与美国斗争到底。 政府喉舌也在《环球时报》等中国主流媒体上发表评论,声称中国绝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挑衅。 产经新闻8月5日报道称,中国2017年从美国进口总额达到1500亿美元。 虽然现在的对美报复举动涉及的金额是1100亿美元,还有增加余地,但已经距离美国对华制裁金额的2500亿美元很远,抗击美国上即将弹尽粮绝的说法不无道理。 在这个被动局面下,中国商务部官员发出了有别的办法报复美国的恐吓性声音。 对此,分析认为中国政府可采取的方式,只剩下两种,即依靠强权破坏美企在化经营以及号召中国民众抵制美国商品。 然而,如果中国政府开展这类行动将更加招致反对行政干预市场的欧洲和日本等所有西方国家的反感,而不遵从市场经济规则的行为,也必然令世界各国独无法接受。 感谢观看